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驻日美军一架CSU-13E军用直升机,11日下午在日本冲绳县国头地区都存坠毁,所幸无人伤亡,事后日本政府要求美军在原英查明前,同机型的直升机得停飞,但是隔一周,驻日美军便在京,18日让同机型恢复飞行,此事引发日本当局不满。 日本防卫大臣小野四五点认为美方还没救安全性做出充分说明,称深感遗憾。 冲绳县知事翁长雄志认为此是美军的暴行,要求日本政府做出强硬应对。 根据共同社报道,事件发生后,驻日美军宣布同型号直升机停飞4天,最快16日上午就解除此限制。 不过日本政府则是要求美军在事故原因查明前,同机型的直升机得停飞。 冲绳县政府也要求的彻查事故原因。 驻日美国海军陆战队17日发出声明,声明中并没有提及具体的事故原因,表示专家调查维修记录后,没有发现存在问题,并在18日上午将同型号直升机重启飞行。 小野四五点18日表示,虽然美方对防止事故再次发生的措施进行了说明,但并不充分。 日本政府则表达了应该在确认安全性后再重启飞行的立场。